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14年毕业的 在你这六年的职场过程当中 有哪一段你想单独拿出来说一说的 其实我最想说的是 我刚刚离职的这一家公司 我们公司是做医疗咨询服务的一个公司 我在这家公司主要负责有英国 意大利 韩国 还有以色列四个国家的项目 期间我们需要为我们的客户做好服务 然后完成我们的绩效指标 同时我们需要去开拓新的一些业务 离职原因是公司搬迁 是的 哪搬到哪了 因为我是在西南这边 然后公司整体搬到东北角去了 那你也搬那去不就是了吗 我有那么想过 但是经过综合考虑之后 我还是想看更多的东西 去学习更多的东西 让自己更充实一点 所以就离职了 简历上说你会两门外语是吗 对 因为我是英语专业的 英语为主 然后日语是我自己学了一下 用日语介绍一下自己吗 OK 没有听得懂的是吧 那我们就认为很好吧 那你今天来面试的岗位是市场或者是运营 有行业的选择吗 你原来选择的都是一些金融行业啊 我希望是互联网行业 但是如果说各位老板觉得我的能力能够胜任什么样的职位 我也愿意去尝试 哪个互联网行业 这上面有你想去的吗 暂时还没有 其实这一点挺让人奢望的 以后所有的求职者一定要记住 你上来之后 如果有几家是你稍微偏爱的 你最好是能够说出来 或者是说出对他的了解程度 否则的话会显得你毫无准备 或者说你毫无心仪的单位 那你来干什么呢 对 是的 而且你的过去的经历啊 就这种研学旅游 其实跟我们的业务重合度非常的高 所以说你没有认真的看各家公司的介绍 面试的现场有时候像谈生意 你上来以后说 这十二家都可能不是我的生意伙伴 未来都不可能成交 那么我们可能就第一时间就说 这个人对我们没有意向 我们先准备灭灯了 你发现没有 现在这个求职有一点变化 以前的求职者上来 是有心仪的 不敢说 怕说了其他的就灰心 现在问上来基本上都是没有的 那没有你来干什么 对 你来到一个市场 肯定有吸引你的东西 其实你不太像东北女孩 东北女孩挺乐呵呵的 你是今天太紧张 太严肃还是咋了 因为今天其实是有一点紧张了 因为我来这个节目 其实我当时是抱着试试看的一个态度 结果节目组通知我的时候 我刚时还真的特别惊讶 我说其实挺开心的 因为能见到那个图里老师本人了 我也是您的那个抽屉粉丝 然后总那个关注您的微博 所以你们一紧张就说我是吧 我觉得宇童其实你现场的表现呢 有一点乖乖女的印象 那么你又有比较丰富的职业经验 前面的职场经历跳槽有点频繁 最近一段能到三年 那你下面的工作建议是 能聚焦一个行业 把一个岗位做扎实一点 当然结合你的性格 比如说你偏文静 你是往行政路线走 还是说还是要走到项目上 走到业务上 你得给企业家一个澄清你的诉求 否则的话别人没法看你的感觉 给你建议 你的工作水平表现还没有呈现出来 那就第二环节 我们再好好看看 对 你要求薪资多少 你最后一份薪资是一万 我问你的是底薪 不低于多少 9K 有低于选择吗 北京 北京 对 其他地方一定不去 没有 可以调整 来 第一轮选择薪赫磊 那两个奇装异服的已经灭灯了 好 还剩施展灯 来 天生我有才 来吧 说一下你们灭灯的原因吧 首先他要去互联网行业嘛 你不是 而且他 其实他一直都没有说 他想做什么职位 他就是互联网行业 英语相关 也不知道具体是哪个岗位 对 我想说的是你的态度上 就是你的状态 图仁老师也比较客气地说 你不像东北女孩 你的整个从上来 就是脸比较丧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不开心 我不知道应该给你提供什么样的职位 所以把灯灭了 他们精力还很饱满 知道吗 所以现在大家眼睛都放光 所以眼神也特别好 也特别有精气神 所以意见也就多 但是能够精力注意意见 白练成钢 第二环节好好表现 好的 谢谢各位老师 听生活有才准备了什么 我轻唱一首歌 你要想好唱什么歌 他们精力很慢 这我告诉你 下面给各位老板 带来一首曹阳的微光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是微笑的光 难过去和谁讲 在自己的世界等天亮 只是微笑的光 找不良一米的地方 凭什么要求被原谅 谢谢大家 姑娘我想问你 因为在以前选手来求职的时候 唱歌都是被我批得很厉害的 我认为这个跟职场没有关系 你为什么要选唱歌 其实我刚开始准备的才艺 是配一个日文的小对话 但是经过刚才一轮简单的介绍 我觉得可能讲日文 大家确实是听不懂 所以我就想 虽然我唱歌比较难听 也会跑掉 然后就展示一下我的歌 如果有哪位老板能够互动 其实也是很好的一个环节 就算老板跟你互动 跟你求职有什么关系 而且你展示日语 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才艺 曹熙 我以为我们这个叫才艺展示 对吧 那你想让人家干嘛 不是 他如果说真的是用日语 说一个对方法 其实是有好处的呀 他唱就唱 但是关键是你没有准备好 你注意到他刚才是这样说的 他连接得非常紧密 感谢各位老板来欣赏我的这首歌 我姊妹马上就接着就唱 中间停都没有停一下 你知道吗 这个换期好快啊 然后你也不准备一下伴奏 对 因为我其实就是想着轻唱一下 我就没有准备那个伴奏 就图老师 他今天很奇怪 这宇童 你今天是不是被逼着来上节目呢 就从你 刚才那个贺东东也说了 就你从台上走下来的时候 那种无奈感 就苦着个脸往下走 回头剪辑的时候 可以把那个再剪过来 就那个前台词就是我说我不上你偏要我上 对对对对 就那种感觉 特别那种 你今天到底这是真的想找工作吗 对我今天是来找工作的 包括我第一个环节我也想问 你上一份工作是因为你住在北京的西南 然后公司搬去东北了 你就不想去了 所以你现在找工作是不是必须是西南呢 那个倒没有 就是说在一定范围内还是 多大范围 就是地铁的话一个半小时吧 不好说 不是 那你现在就有个问题了 比方你找到工作还是东北五环 怎么办 因为你现在离职的原因是因为公司搬迁嘛 但你现在找到工作 我们公司就是在东北五环 你不来还是说怎么样 你还是考虑一下 是这样的 就是关于距离这个问题的话 如果说岗位还有公司的情况 确实我们双方都是符合的前提下 搬家是有可能的 对 但是上一公司确实是因为我 综合想了一下 然后就选择离职了 这样啊 这个你辞职了吧 对 我辞职了 你跟你的上司是怎么说的呀 我就说 比如说王老师您好 然后因为公司整体搬迁的一个原因 我经过慎重的一个考虑 然后现在就是不能跟公司继续共识下去了 所以提出一个离职 就你说的这么官方啊 就你经常跟你在一起工作的上司 你也说的这么客气 还好啊 就是我们都是 如果把它随意一点说 因为你们是朝夕相处的同事嘛 更亲切一点 你会这么说 我没有说过呀 我基本都是这么官方的 你都是一直这么官方的 我总觉得你好像来自一个 官方的播音主持站在那里 回答问题请你慢慢听我来讲 再换一下 我不是你的上司 我是你的同事 你说你要走了 你不干了 你怎么说 哎呀 老图啊 那个公司要搬家了 我这不能跟公司一起去了 你在公司好好加油啊 给公司继续 我的天哪 还要加油 还能不能再随意一点 再随意一点 你要走了 老图啊 那个我辞职了啊 咱有缘江湖见 拜拜 这个做太太被逼出来的 我来想说一下 我仿佛听到一个戏剧的感觉 就是他的心里话 来 职场新商课堂 如何看待某公司要求员工 签奋斗者协议 包括自愿加班 放弃带薪休假 加班费 能力不足 接受公司淘汰 等等内容 如果是我的话 我可能会去想 跟主要负责这一块的一个领导 去沟通一下 我认为加班这个问题是 如果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 我能够高效地完成我的工作的话 我还是希望能够按时进行上下班的 但如果说工作需要 确实是需要加班的 不用公司说我自己就会主动去加班 第二点 放弃带薪休假 我觉得作为一个员工 给公司去进行创造一定的价值的话 我们应该是可以享受这个带薪休假的 你直接说你不加 你不签不就行了吗 说这么多干嘛 签不签是一回事 但是我想把我的想法跟您沟通一下 那就是不签咯 签还是不签 我希望是跟您沟通完之后 你要是不签的话公司就搬签 你干不干 那我考虑一下可以吧 宇童是一直给我们感觉 就是不太想正面面对冲突 所以其实从你回答这道题肯定是减分项的 情商不够高 要么你就直接说 他的这个条件和要求不太符合劳动法的规则 我不认同这是一家好的公司 所以说如果不是好公司 我就没必要跟老板再去争取该怎么样改的条件 我可以看新机会了 这是你表达你的态度 从始至终你很多观点上给你表达态度的时候 你都含糊 魔能两可 不知道你在实际工作上会不会是这样 他就这性格 他为什么不愿意直接面对矛盾 说任何事情都保有一定的空间 他就是希望在任何一个情况下话不说错 也不求完全对 我只要不错就行 他的回答恰恰是回避了问题 小吴 我都着急死了 你为什么在这个场上非一定要面面俱了 把所有的人的问题都要尽可能地回答得滴水不漏呢 其实那十一家根本就没有你合适的岗位 你最近的一份工作就是严学旅游 在这个行业里面给你匹配度最高的就是我的这个公司 如果说你每个人都回答 你教求每个人都回答得完美 都给你留机会了 你就没有机会 因为没有听到你任何专业的动作 你已经不止一次地提醒了他严学旅游的事 对呀 但他就是没说呀 就是对你没有 对不对呀 就是人家对你没有信心 你有信心吗 好姑娘 我从现在开始我不懂你好吗 我以前任何选手我都觉得我能懂他们 今天我不懂你 因为我本来我觉得你的耐心 你的任性 你的服务最适合就是旅游行业 我现在不懂你 有些事情得他自己的意愿来表达 我们不管前面面试的有多么的糟糕 或者是不明朗 第二轮选择之前 其实你还是可以再明确 我现在可能比较倾向于像市场拓展这方面的一个工作 是销售类的吗 原因是 我觉得市场拓展这个是能学到很多很多的东西 不管是沟通还是其他的一些东西 我真替你着急 你不能说我在学东西了 你不是智商小的 可以了可以了 我们已经给了足够多的机会了 最后一个问题 朱家英 你刚才指的市场拓展是不是销售类的岗位 营销类的岗位 对 OK 好 第二轮选择去后来 曹西你不是懂别人吗 你没有灭灯了 我 对 我释放出橄榄枝 人家不接 来吧 灯亮起来吧 很多人在生活当中会吃哑巴亏 吃哑巴亏的意思就是心里想什么 却偏偏不说出来让别人去猜 但其实你说了很多 却一直没有让我们感觉到 懂你或者是知道你想要什么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相亲就是失败的 所以以后呢还是打开自己一些 你不说吃亏的只有你自己 好的 谢谢各位老师 好 谢谢你 扎哥准备好了再来 再见 好的 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